好 接着我们要来连线一下大商所的江南 请他给我们介绍一下大宗商品期货的情况 你好 江南 主持人你好 首先来看一下隔夜外盘的收盘情况 美国原油报收于44.21美元每桶上涨0.8% 黄金报收于1088.4美元每盎司上点0.4美元 原油小幅上涨主要受到投资者的逢低买盘 但是从供应上来看依然较为充足 欧佩克的持续产油将会长期打压油价 并且美国石油协会昨晚公布的数据显示 截止上周美国的原油库存为630万桶 之前的预期仅为100万桶 黄金则是受到美联储在12月加息的消息 是持续打压黄金的价格在低位整理 再来看一下国内方面 国内的商品市场今是多数是以下跌为主 尤其是新铝的跌幅是达到了2%以上 部分的农产品的跌幅也在1%以上 仅有少数品种是出现上涨 好的主持人 感谢观看